2016決戰法王 浪秦明日之星選拔 30號進行女子冠軍戰 由頭號總子曹家儀交手第二總子蔡佑琴 雙方前兩盤就戰成1比1平手 不過決勝盤曹家儀靠著低手發球 以及往前優勢占得上風 最後以7比4立刻對手勝出 成為台灣區冠軍 也強下前進法國的門票 謝謝爸爸媽媽的支持 還有一日上幫助過我的人 然後就很高興能有這次的機會 去法國比賽希望有好表現 在浪秦這樣子的一個 全球的一個規劃之下 我們能夠讓台灣的小朋友 站上國際舞台 我們也覺得非常的開心 也感到非常的一個欣慰 去到國外 不管你輸球或贏球 坐下來 靜下心來 看每一場球賽 看每一個對手怎麼打球 你會從中間學習到非常非常的多 滿入第八 藉著浪秦明日之星 積極培養國內網球種子 今年更邀請陽光女神Janet 擔任活動大使 精通各國語言的她 更在現場幫嘉儀遇習法文 同時現場祝福 我覺得你在這邊得到的一些訊息 你認識的人 你體驗到的美食 這個通通都是一個記憶 是會讓你 也許是會改變你的生活 會改變你的世界 所以還滿期待 真的是加油 紅土地上網球小將成長茁壯 5月將前往最高殿堂 Roland Garros 挑戰人生第一場國際賽事 期許曹嘉儀 Make Taiwan Proud 來條新聞採訪報導